先確定我的另外一半對她的界限在哪裡 如果她對她是沒有界限的 我就可能兩個都不要了 但如果她有界限我就會為自己爭取 直接愛上她好了 韋寧在二座劇當中那個子餘的形象 我覺得又更鮮明了 我覺得是美麗強大跟自信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不要去算時間 好像都沒有覺得18年這麼久 第一個當然是每個人的經驗值 好像一直都有不斷的累積 然後一方面是覺得對方都一樣 都還是有保持那個很赤子之心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珍惜 然後也是當時在遇見 然後一起在拍戲的時候 覺得很珍貴的地方 攝影師的部分吧 我倒是還好欸 因為當時導演在給我們看 給我看劇本的時候 然後包括我們在讀本的時候 的那個狀態 其實就是像一個 給我們方向跟引導我們的一個姐姐 然後我們就是順著她的引導 然後把自己全然的交給她 所以我覺得那個過程是一個 很棒的學習經驗 我這一次跟她合作 我真的有感受到導演這個人 就是她對細節的鑽牛腳尖跟執著 就當她到了導演這位置的時候 一切更淋漓盡致了 我可能不會在你當中的佑青 比較隱藏自己的感受 然後比較不敢去面對她真實的感情 但是慶芬就非常勇敢而誠實地 面對自己的感受 然後她很喜歡這個人 她就會努力去追求 我覺得這是兩個角色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本人在這兩部戲的狀態不一樣 我覺得也是 就是進入婚姻跟有了小朋友吧 剛好這兩個角色也是 一個還沒有 然後一個是已經進入 然後有了十歲的兒子 所以我覺得是在一個 很恰當的時機點 然後我也是一個很剛好的狀態 然後去碰到這兩個角色 所以蠻感恩的 我覺得她顯示自己日子過得好 給慶芬看 因為她照有一個潛在的敵人 這個其實就也蠻不夠善良的 因為你講的東西 也不見得都是真的 然後你是故意的 故意讓她看到這件事情不夠善良 對於自己哥哥這一方面 當然因為哥哥自己的 她本身也是一個 沒有辦法不受控制的人 可是明明Rebecca就知道 哥哥是這樣子 可是有的時候 你還是沒有辦法壓抑你的那個 想要生氣 甚至揍她的那些情緒 拿錢給她的時候那個態度 我都覺得也是不夠善良的 都是小小小小小的事情 可是很多時候都是在 我們已經知情的情況之下 但我們還是無法控制的 或是我們選擇性的 去做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 這個就是不夠善良的事 我覺得她對自己不夠善良 因為當她選擇進入這段婚姻 其實就是已經某種程度的 這個犧牲自己的 漠視自己的感覺 就是她明明知道 這個男人還沒有愛上她 或者是這個婆婆 其實並不好搞喔 可是她決定踏入這個婚姻 去做一個最危險的嘗試 花費了最寶貴的時間 青春在她想要 嘗試擁抱的這份幸福上 不善言辭嗎 就是很笨拙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心疼 因為她的出發點都是好的 都是善的 可是因為她的笨拙 然後讓不了解她的人 覺得她這個東西是 很難以靠近 有距離 不被這個小型社會所接納 所以我覺得她的笨拙 是我很心疼的 我心疼她 對自己心中的恐懼 蒙蔽了雙眼 她感覺自己活在謊言裡面 她覺得自己好像住在一個 原本她的先生 要跟另外一個 女人求婚買的房子 她其實是 在進入這個婚姻當中 她就知道這些事情 她選擇妥協 可是那個心中的 不滿 和恐懼和不信任 就在這12年當中 慢慢的發酵 我覺得我比較心疼她 的是這個部分 仔細回想也是我跟 賀君翔擴別 將近快20年以後 又再一次演親密戲 其實那個氣味 我覺得突然 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從愛情合約的 那個熱戀的狀態突然 哇塞 轉進婚姻裡面 然後 有不同的互動方式 我就是覺得 因為這個角色 她就應該是這樣 我只是想要很真實的 呈現她最自然的樣子 就是我覺得剪了短髮之後 其實不管你 收工回家 或是你要準備出班 你回歸到自己的時間 你還是那個短頭髮的樣子 她其實就是在幫助 你一直在這個角色裡面 我會希望這個角色 可以跟我一起回家 我覺得我會給自己設停損點 我試個兩年真的不行 我覺得大家都不要勉強 或轉為地下花吧 我也 會有停損點 其實有時候 那個不喜歡你 她就不喜歡了 然後你在那麼毛族群 她就覺得你看她幹嘛 就是讓那個瘦的人 會更不舒服 那我覺得就 對大家各自安好 也是興奮說出來的 就是她最後為那個 Rebecca祈福的時候 跟佛法有關 就是一念菩提 我很喜歡這句話 其實很多事情 它會怎麼變化 在你的眼光裡是什麼樣子 真的都是你的一念之間 是我的潛意識不讓你來的嗎 我們現在所作所為 其實有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潛意識在控制 所以你的潛意識 決定了一些其他的平行宇宙 也是一樣 有點在一念之間 這樣聽起來有點像 一個是西方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講 另外一個是東方的方式 其實都在講不通的一件事情 我會先確定 我的另外一半 對她的界限在哪裡 如果她 對她是沒有界限的 我就可能 兩個都不要了 對 但如果她有界限 我就會為自己爭取 直接愛上她好了 開玩笑 我覺得我可能 跟韋寧的選擇 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應該是要看男生的態度 因為 她如果不喜歡她 她再美 再厲害 她也不會喜歡她 她如果喜歡她 那怎麼樣都會喜歡她 我會對Rebecca說 想要什麼就去追 想要什麼就說出來 不要憋在心裡面 一切都會沒事的 你很棒了 不要再 苛求自己了 出處是美景 哈哈哈哈 嗯 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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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開囉 不出來了 你知道 來 開囉 來 開囉 如果這個東西 來 開囉 來 開囉 出到了 阿姨 妳還好嗎 阿姨 妳還好嗎 有點 煩 地球的目標 或是一個 假想題 那妳五十到八十的錢 存貨了嗎 我告訴妳啊 起碼兩千萬 是我的 最近我發現 我好像好久好久 都沒有那種好快樂的感覺了 你不該不會還在洗衣機裡吧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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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所有的一切都還不錯啊 只是有點忙 有點累 有點 所以 我好像該幫我的日敷一日 找一個追求的目標 或是一個 假想題 也好對不對 我一定要過得比她好 這樣子日子過起來 是不是就會 有目標 有痛苦 然後 很快樂啊 希望今年可以過得 很快樂 如果你覺得有一個東西 你只是覺得還不錯 你正在考慮的時候 有人拿起了她 你是不是就產生那種 非要搶走她不可的念頭 妳 好會喔 剛剛那男的是誰 不要問 為什麼不要問 人家又老婆了 我不知道妳 這麼壞 一個人啊 只要解決孤單這一題就好 兩個人呢 就會生出一大堆的麻煩 請問幾位 一位 一位的話要做霸台喔 我也不投機不取巧 靠自己的實力忙到沒有朋友 到底為什麼我只能做霸台 到底為什麼 那你五十到八十的錢存活了嗎 我告訴你啊 起碼兩千萬 兩千 一門 同一余鈴 啊 姨姨妳還好嗎 好痛